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他说 将原来的长度是2L 就是L A10 等于L 这个B0 原长度都是2L 这两弹簧 这个宽度 宽度的话呢 是等于L 这宽度 这个是L 宽度是L 等木块安置在两固定端之间 以致弹簧A的弹力长度 这是K 这个弹力长度是3K 那么他说 不计平面的摩擦力 这是没有摩擦力的 当木块保持静止不动的时候 下列哪些正确 我们看A选项 A弹簧的压缩量与B弹簧相同 不相同 为什么 因为他禁止的时候 这个推力跟这个推力一样 弹力会一样 但是我们晓得 这个推力 这个弹簧的张力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K K这个ΔSA ΔSA ΔSA是A弹簧的压缩量 这个会等于 V弹簧的 这个推力是3K 彈力长度是3K 乘以V弹簧的压缩量 所以我们就晓得 ΔSA 比上ΔSA 是等于3比1 也就A弹簧的压缩量 是V弹簧压缩量的3倍 这个压缩量比较大 这个压缩量比较小 所以不会相同 所以A选项是错的 上看B选项 两条弹簧的总压缩量是L 这个对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距离是4L 但是它原长度2L 它原长度2L 它中间这个是L 所以本来的话 你如果没有压缩量的话 是 全部的长度是等于5L 现在全部的长度 变成4L 所以总什么呢 总压缩量是SA 加上SV 总压缩量 这个是等于L 就5L减4L 总压缩量是L 所以B 两条弹簧的总压是L 这个对了 B是这个是对的 上看C A弹簧的压缩量是1分之1 这个不对 应该是3分之3 因为这个是3比1 它超比1的话 总压缩量是L 所以它是L的4分之3 这是4分之3 这是4分之1 就是ΔXA 这是等于4分之3L 因为它是它的3倍 那ΔSV 是等于4分之L 两个加起它等L 所以B簧簧压缩量是4分之1 A簧簧是4分之3 所以C 这个是错的 A簧簧压缩量是4分之L 错 B D的话 B簧簧压缩量是4分之L 这个对了 是这个 那上我们看 E 选项 量条 彈簧的彈力比1比3 错 彈力比是1比1 因为它是平衡 所以是错 所以答案应该选B跟D 2比5 好